弊案最多的 醜聞最多的是誰 是傅昆琪對不對 請問國民黨跟民眾黨 敢拿這個法案來查傅昆琪嗎 不敢 請問國民黨跟民眾黨 敢拿這個法案來查弊案連連的 高宏安跟昆哲嗎 不敢對不對 所以查弊案 只是他們的遮羞部 跟謊言建在這個法案 通過了三讀 通過了三讀 大家都知道接下來 不管你是官員 還是公務員 還是軍人還是人民 他都可以把你叫來 把你叫來調查對不對 最離譜的 最離譜的 是他還可以用多數決 來決定你說謊 用多數決 來決定你態度不佳 用多數決 來決定你藐視國會 我要問大家 多數決 可以決定你是男生還是女生嗎 可以嗎 多數決 可以來決定你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嗎 可以 可以 這就是現在南白法案最荒謬的地方 大家好 我是洪森安 好 謝謝大家 在這麼大的雨下 我們還在這個地方 接手在那個地方 請大家給自己一個掌聲 好不好 今天在上台之前 請讓我先好好的 感謝你們 我要跟大家報告 坦白說 在上個月 5月17號之前 民進黨團 我們的士氣 有一點低迷 為什麼低迷 因為 明明就知道 藍白 合推的國會擴權法案 會如何的 破壞我們的民主體制 但我們在表決 人數上面 不如他們 所以我們 有一點低迷 但直到 5月17號那天的晚上 就是因為各位站出來了 就是因為青牛站出來了 就是因為年輕人站出來了 所以我們開始 翻轉了對不對 對 我們開始翻轉了對不對 對 前面不管是佩義 不管是施瑤幹事長 或者是佑昌秘書長 我想大家都已經 說得很清楚 為什麼這個國會擴權的法案 我們一定要擋到底 現在 國民黨跟民眾黨說 他們通過這個法案 是為了要查弊案 請問你們相信嗎 我相信 我跟大家說 誰不知道 弊案最多的 醜聞最多的是誰 是傅昆奇對不對 對 請問國民黨跟民眾黨 敢拿這個法案 來查傅昆奇嗎 不敢 請問國民黨跟民眾黨 敢拿這個法案 來查弊案連連的 高宏安跟文哲嗎 不敢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查弊案 只是他們的遮羞布 跟謊言 對不對 對 現在 這個案 這個法案 通過了三讀 通過了三讀 大家都知道 接下來 不管你是官員 還是公務員 還是 公務員 還是軍人 還是人民 他都可以把你叫來 把你叫來 調查 對不對 最離譜的 最離譜的 是他還可以用多數決 來決定 你說謊 用多數決 來決定 你態度不佳 用多數決 來決定 你藐視國會 我要問大家 多數決 可以決定 你是男生 還是女生嗎 可以嗎 多數決 可以來決定 你是台灣人 還是中國人嗎 這就是現在 南白法案 最荒謬的地方 我要跟大家說 這個法案 這個法案 其實只是來打擊 他們的政治敵人 只是來打擊 他們的異己的 對不對 打擊異己 只要你 跟我意見不同 只要我看你不順眼 只要 我對你有意見 我就可以 把你叫來 用多數決 來霸凌你 來欺負你 要你低頭 要你跟我求饒 我要跟大家說 這算什麼 國會改革 這根本 就是 國會文革 對不對 對 這是國會文革 對不對 對 這是 國民黨 跟民眾黨 對人民的文化大革命 對不對 對 不要講什麼 國會改革了啦 笑死人了啦 今天 我們站在這個地方 下這麼大的雨 這代表我們的決心 國民黨的翁曉玲說 欸 我就是比你大啦 我就是比你大啦 請問大在哪裡啦 年紀 你對不對 不用老的地方最大啦 齁 我跟大家說 我們今天站在這裡 就是要跟他們說 人民最大對不對 今天我也是立法委員 我可以跟大家說 只要立委後面沒有站的人民 你就什麼都不是啦 立法委員面對人民 就是要謙卑啦 這就是他們學不會的事情 今天我們站出來 在這個地方 下了這麼大的雨 就是要教訓他們 人民最大對不對 我們喊一個口號好不好 反對國會擴權 人民才是最大好不好 反對國會擴權 人民才是最大 反對國會擴權 人民才是最大 所以我要跟大家說 這禮拜 我們還會有延長賽對不對 行政院提出了覆議 為什麼一定要延長賽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不能輸 只要有夠多的人民知道真相 我們就不會輸 所以我要麻煩大家 在這個禮拜 禮拜三 禮拜四 禮拜五 接下來擴權法案 接下來守護民主的那場仗 我們還有延長賽 我們還有很多的青鳥 會跟著我們一起對不對 現在國民黨說 他們是藍鳥對不對 這個話我都不敢聽啦 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俗語 叫做 什麼什麼比雞腿 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聽過 什麼比雞腿 藍鳥比雞腿對不對 我們就講到藍鳥就好 藍鳥比雞腿 我要跟大家說 人民最大 今天在這邊有很多人 我們在看旁邊的都是人 雨下這麼大 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知道 雨就算再大 只要我們的聲音發出去 我們就能贏對不對 對 我們可以一路贏對不對 對 只要你在這麼奧門 我們就繼續給你教訓對不對 對 我們最後喊一次口號好不好 好 反對國會擴權 人民才智最大 很有默契喔 反對國會擴權 人民才智最大 反對國會擴權 人民才智最大 謝謝大家 我們還要一起贏 謝謝